这个镜头是CX2101 然后因为我之前曾经在MUDA里面被骗的 差不多将近有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Rain Bo,阿宝 最近我就是看上了一台在MUDA有一台相机 这台相机是二手的相机,那原本价钱是一千块钱的啦 OK,来到这个MUDA这个网站 这台相机呢,它是放一千块钱的 在8月11号的时候就降到六百块钱 然后我就有问他一些详情 关于这一台相机是什么样的型号啊 然后他也是有发了一些的照片 就让我更加的了解这个Model是什么 所以是HDR-CX2101的Model 它有著名哦,是在Saba Kota Kinabalu 就是Saba KK的那个周数里面 如果寄过来的话,用Post Laju可能大概要两三天的时间 然后因为我之前曾经在MUDA里面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被骗的,差不多将近有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那一些都是在吉达州 Gedda这个地方 就是我Bangin了给对方 然后对方没有寄货给我 所以今天的日期,8月15号 我就做一个记录 希望这个影片呢,如果它真的是没有寄来的话 那我证明就是被骗了 那现在我已经有在WhatsApp里面呢 有跟他联络了一些资料 这个HANDICAM呢 卖350 不过刚才我在MUDA看到是300块钱 然后他有给我Facebook的E-mail 我在Facebook找这个E-mail 是找不到他的资料的 后来我就有跟他说,哦 找不到你的资料啊什么什么啊 然后他用了很多的电话号码来跟我联系 比如说有这个2064啊 然后还有这个MUDA里面的联络号码 8658 还有9327 不过我们就专注在WhatsApp里面跟他聊啦 然后他就有发给我他的登记 身份证 还有他的驾驶制造啦 确定呢 就是这个东西是他的 证明他没有骗我们嘛 然后他有两张的这个Memory Card 还有两个电池 我问他这个相机有没有在你的身边 他说有 现在的我呢 就是要跟他Live Video Call一下 跟他确认一下 然后看要不要购买 然后要Bang in 对了 至于要确定他们的那个真实性呢 通常啦 我第一个我会看的就是他们的Reply 他们会用电话来WhatsApp你嘛 他们的联络号码 电话号码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的身份表明 能够确定他们自己的身份 比如说这一个人他就确定 然后寄身份证过来嘛 当然有一些人他不会寄身份证啦 不过你就是要确定 是不是有这一个人是否是马来西亚人 如果不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那是什么国籍的人 第三点呢 就是一定要跟他面对面的Live Call 然后看他的真人 通常我会这样子做啦 这个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他的地址 当你在Live Call的时候呢 看一下他的那个地址是否是正确的 比如说他在Live Call的时候 有没有地标啊 能够看到他的真人 因为我们要买的这个东西 不是Cash on Delivery 不是直接拿现前然后看货 是要寄的 是从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寄过来你的地方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他的银行户口啦 那他银行的户口是否是 跟那个身份表明一样的名字 吻合 如果是吻合的话呢 基本上就能够减低风险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啦 不能够否认 有一些人拿了那么多的资料 还是会撞骗 应人而已啦 我们现在就继续啦 OK 哈啰 英雅 我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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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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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去购买300了吗 是的 可以 因为我看到你 你有那个手机器 已经有十年了吗 因为有些人问 但如果你尽量 你尽量了 我给了300了 OK 如果你有购买的钱 我可以购买 我可以购买 那是购买的钱 购买的钱 购买的钱 是购买的钱 购买的钱 母 stare使用 to millions oh boleh-boleh e backeddown 太棒讓我取FI 要提供,我提供、提供信和您做運行而言 那是當手機的— 您所面試? 我可以看看 我現在有外面,您看 哦,現在已經在外面 我在燃燒 您在竺的坡還是父母? 我在竺的坡 哦,竺的 我現在在外面 有很多人 我身處在房間 我可以 recorded 我可以先把你給我 我可以放上雙手 你 可以放上雙手 你不懂 quiGet in 要叫些 我有有快信件 但你相关� of triflain 那我会不会 到底要想什么 那就谢谢 好的 看起来应该是属于真正的卖家 约ا罢了 然后要賣300块钱 然后 obrigete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这个 böyleAh 然后 dominant 他给我他的币账号号 然后我们就交给他这个钱 希望不会被骗吧 因为毕竟被骗过了很多次 他是Public Bank 4720 因为我没有用Public Bank 我是用美Bank 还有RHB 还有用OCPC Bank 还有Hongong Bank 那我就要去Public Bank那边汇款 好,我们就Let's go 300块钱要预备了 哈啰 哈啰,有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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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去Public Bank In 那里有摩托吗 那里有摩托吗 哦,好 好 好 你快去Public In 因为他们要POST 哈啰,我现在去Public In 你会POST吗 好,你去Public In 然后我去POST 好,好 你去Public WhatsApp你 你去Public WhatsApp你 好,好 好,好 好,我先去Public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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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昨天中午1点20分进前 然后呢,今天中午呢 我就收到了这个Handycam 果然没有错 它是从Saba 巴巴这个地方呢,寄出来的 然后我们撕开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POST LAJU的tracking number呢 来track他们的这个计费 邮件信箱呢,去到哪里哪里哪里的 盒子已经拆好了 300块钱 就是这个相机啦 Cable USB Connector 很小力 这个镜头是CX2101 出产蛮久的一个Handycam 不过它好像没有给我 它只有给我一张16MB的SD卡 还有一张8MB的SD卡 不对咯 原来它藏在这边 8MB的SD卡 所以基本上 充电器咧 是咯 没有充电器 好,我们现在来try一下 哦,有了 好啦,这使用过后呢 也去了吉隆坡 然后去了几个地方 拍了一些的 footage 前面那一些呢 就是一小段 后面呢 就有更多 比较zoom in,zoom out 放大放小的那些画面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 它没有charger 后来我就想到 以前呢 我还有很多的sony video cam DCR-HS41 是一个非常旧的handicam 而且它是用卡带的 非常的古老 非常的旧 就没有用 然后还有这一台 就是DCR-TRV4801 这个也是用卡带的 它的卡带的不能够开 我就找到了一些的charger 原来还是可以一样用的 比如说这一个 也是可以通用 同样的插口 它就可以用了 这个是它其中一个缺点 它的像素好像没有那么高 会比较萌一些 没有那么的清楚 不过还ok 比起现在目前最新 也是最便宜的 这个HDR-CX405的话 便宜一半 因为那一台新的话呢 大概要八九百块 如果你找到最便宜的话 也是要差不多七百多块钱 这个还ok的 还可以用的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一个steady shot 算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电池非常的耐 它就给我们两颗这个电池 基本上呢 喉咙 喉咙真的是不舒服 基本上呢 都算是不错的一台相机 嗯 谢谢大家的观看啦 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 就拍到这一边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Peace 我是Ryan Bro 希望你们会喜欢阿宝开箱这一个系列啦 后面还有一些的 footage 大家不要走开 你不要还我钱 你拿那个给我就好了 什么 sara wap我就好了 没有sara wap 你download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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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快 是吗 旅倒教室叻 hhh 看我的身材沒有 不要想到什麼阿波啊 出場了 星白了 所以要進來 叫畢兄唱大聲